各位朋友 你們好 不要介意 我的聲音因為還好得回 體能還未恢復 聲音有點老牛聲 因為病了幾天 但也想說一說 阿兒明熙這首歌 Walking on a World 其實它是一首電話的歌 我覺得它的團隊和經理人 都做得不錯 因為在她最年輕的時候 即是現在十九二十歲 最年輕的時候 讓她嘗試很多東西 有老成 大家看到有些是比較老成 有些是適合她的年紀 有些是比較跳脫 例如一些電音的歌 我覺得應該要給她多些嘗試 這首歌 我看了網上有些評價 有些評價是 說她為甚麼聲音唱得那麼尖 還比平時唱歌 那麼薄 我又想說一說 因為電音的歌 其實不能用正常的聽法 因為電音的聲音都做過 就是想要一些很重五型的浸淫式的空鈴聲 所以她的聲音是比較尖 但是這個是潮流 你不能用傳統的唱歌去批評她 因為這些就是一些新時代的電子音 尤其是遊戲裏面有很多這些 這就是她這首歌的範疇 我們現在解釋一下歌詞 在解釋之前 其實她這首歌有些字 尤其是兩個字的名詞 或者是形容詞 真的有時都要查一查字典 不是那麼容易明白的 那她這首歌的意境 就分三段去鋪排 而不嚴格來說 那頭這個位 我們現在畫那個位 應該說頭四句是第一組 然後副歌 應該說第一主持 來到這個位 對 那她呢 就 在第一段 四 即是第一段這個位 四個 四段詞裏面 那她其實就是形容著一個環境 即是比較黑暗 遼闊 諸如此類的東西 跟著呢 來到第二段的這個位 這四句 那她呢 就是形容著一些事態的發生 那跟著在這裏 對 這裏 去到尾這裏 就是形容著一個心情的變化 即是很熱血心情的變化 那她呢 這首詞呢 其實是暗藏了很多東西 尤其是有些哲理上的東西 好 我們現在來 嘗試顛覆 偏轉一些 即是說 即是她的思維 即是本身是正常一個人 舉個例子 那你是水平線的去生活 或者思考 那她現在呢 就很想去 不想這樣做 就想跳脫一點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意思 很想跳脫 對 然後 牽引命運的胡言 即是很想 就改 改變她平時 即是很正路 那些思維 或者是做法 那麽解 那麽解 跟著 劉光宗飄破的和言 劉光宗呢 本身就好像很簡單 但是在她這裏 那我就用一個 我自己比較有思議的見解 因爲其實見解 就每個人不同的 即是我的感受 未必是完全地 合作者 那我是用了我自己 即是比較有思議的講解 即是或者觀眾朋友 有另外一個 感覺都不奇怪 好 那些詞才這樣好玩 其實劉光宗飄破的和言 其實她是很浪漫的 即是 其實她那個環境 好像MV裏面 它在一個大幕裏面 在一個大幕 你一黃昏了 就滿天星 即是一個夜晚的情況 一個大幕滿天星夜晚的情況 你說多浪漫呢 然後突然間 就有些光 即是閃動的光 閃動的光 就出現 那這些閃動的光 就好像一些音頻 這樣 在那裏跳下跳下 那樣 即是說 其實在一個黑暗裏面 有些東西是 觸動到她 因為有些東西在那裏動 即是 好像那些UFO 在夜晚 在你前面那裏動 好像很神奇 這樣 她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接著 與心聲 從連接 即是說 現在閃動的東西 這種頻率的東西 跟她的內心 是觸動了 即是 她現在很有感覺 好 接著 聽見微妙震頻 如營燈 不屈不絕 即是說 她現在閃動的東西 其實她的閃動 就比較宏觀 因為一個空間打開的時候 都可以 有一條光柱 閃閃閃閃閃 都是一個 即是她裏面包含的意境 然後 這個光柱 她的空間打開的時候 即是一些遊戲 這些類型的空間遊戲 都是這樣上下的東西 即是空間打開的時候 她裏面就有些東西 動動動動 即是諸如此類 這個就是她配合 她那條ME裡面 即是她用了DJ 她這個就是用來形容 空間打開的時候 就有些聲音 諸如此類 很正的東西 即是很新穎的東西 去搖動她 她就用一個魚營燈的比喻 營燈就好像她的ME那樣 七黑裡面 即是有些光 你便覺得很神秘 很跳脫 很數碼化的東西 很正 即是很新時代的東西 不不不絕 即是說她 咦好像在這裡 無限量 即是無限地在動動 咦好像是 即是在這裡 如果你是打遊戲的話 應該是用一個熱血去形容 即是她的心 看到很喜悅 很正 接著人就很澎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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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打遊戲的心態 好 接著 穿越直靜夜空 遼方圓 不憂不揭 這裏也是有詩意的東西 很有詩意 她 即是說這個空間裡面的東西 劃破夜晚的空間 接著遼方圓 即是說 在一個夜晚很大的空間 即是 遼方圓 即是很空曠的地方 即是很空曠的地方 咦 突然間出現了一些 很多的空間在這裡 即是可以這樣來認 很多的空間在這裡 在這裡一路閃 一路閃 即是好像星星一樣 嘩 但它是一條條的空間 無限空間 接著不憂不揭 空間好像越來越多 越來越厲害 即是想想 原本一個 然後它一路閃 一路擴張 一路來很多個 嘩 打擊的心態就是 嘩 我可以去很多空間 那裡就可以作戰 這樣就很熱血了 接著激擋於天地 並非音量的極限 這個也是很深的東西 激擋於天地 天地就是解整個的圍道 或者很多的圍道 總之它形容 這就是空間 無限大 無限大 即是不只是一個空間 很多的空間都是無限大 即是很廣闊的東西 接著並非音量的極限 它為何會用音量去對比 這一個很大的空間 因為音量 即使你在一個療園裡 你不斷開很大聲 其實都是局限著一個位置 它這裏 其實就是形容 一個無限大空間 即是接下來 就不是那麼小的東西 打遊戲的層面 一路熱血上去 接著讓我們共鳴 會到旁邊 旁邊這個是一個 很強的形容詞 讓我們共鳴 就是 即是那些空間圍道 跟它之前已經觸佔了 接著它現在 就真的好像打遊戲心態 就進去那個空間 那裏 看看有什麼 或者作戰之類 這個就是打遊戲的心態 接著 側面是什麼呢 側面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即是 其實它是回應上面的 即是它原本是很平板的 人生很平板 它現在有一些 按熱血的空間 遼動它的時候 它就產生了一種很熱血的變化 即是不再是以前的它 好 接著 就是現在 舊邊界 新是野 循環 破開 這個其實 就是 三句 合一 這個 它 用了一個時間性 就在 現在 現在 接著 舊的境界 即是以前的它 接著 加現在的 新的遼動空間的東西 哇 你說 這首詞很重要 其實就是三點 三點 其實就是 這個空間裡面 譬如我們現在生存著 就是在三維度裡面 它這一個 就正正 就是三維度的意思 接著 下面那句 就是循環破開 即是說 它進入其他的維度 甚至乎是無限的維度 嘩 所以這幾句歌詞 是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是很強勁 接著 宣告 無解被終結 爭脫 泛龍安排 這兩句 其實是和應上面那三句 宣告 無解被終結 無解是什麼 無解就是有限 即是局限的東西 有限的東西 它那個意思就是 現在 已經變成無限了 即是有限的東西 就不存在了 即是它已經得到解脫 或者是衝向一個無限的東西 即是這個 又是打擊心態 即是熱血是無限膨脹 無限膨脹 通常 你也知道 打不同的大腦 難度不斷增加 通常這些就是打擊心態 然後 下面這句 爭脫泛龍是什麼意思 泛龍就是一些 被人局限住 即是強迫局限住的東西 通常都是解作思維 通常都是解作思維 在這裏 即是說 它現在的思維 已經是由一個被人騎制著 然後現在是無限擴展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 這些就是打開機的人 領略 領略到 然後至沉默 除了舊規之外 以前 就很無知 覺得那樣被局限的東西 就是已經是 已經是全部了 那它現在 就是 知道這件事 不是了 因為有很多的空間在這裏 好像現在很多人說的元宇宙 很多的界面在這裏 譬如你 一個圍道裏面 可能都有很多的元宇宙 在這裏 其實很簡單 就是兩個字 就是無限的意思 就是無限變化 就是無限變化的意思 就不應該是這麼死板的意思 那麼 它以前被人 按住了思維 就覺得全部是 它現在這個 就是解釋著 也不太行 就是現在 因為有很多新的東西 衝進來的時候 它覺得 嘩 視野很廣闊 自己的level 越來越高 越來越熱血 所以它就有下面這個 一句就是 配合上面那句 就是 我將與新郎朝從來 新郎朝有機會是買廣告的字眼 我就用比較有思義的解釋 不要這麼現實 就是 配合上一句 就是我現在用一個新的思維 一個無限維度的思維 應該這麼說 去掩蓋一些被人局促的東西 變成無限大的力量 這些是打擊 即是打到終極大佬 可能又到終極大佬 又到終極大佬 又到終極大佬 無限的 它是無限升級的 好 接著 我剛才說過 由這裡開始 我現在在畫那裡開始 繞上去 其實就是第一個場景 它編曲那裡 編曲得很好 因為它開頭 這個位置 那一首詞 是比較靜的 接著它下面 其實是重覆上面的 但是下面這裡 就變了熱血很多 其實它整首詞 雖然是重覆 但是問題 前一部分就是靜 接著後一部分就是動 很熱血 雖然它整首詞 雖然不是很多字 但是當它重覆一次的時候 將意境推到 有一個對比 這些就是有質素的填詞人 那些高手可以做到的事 這首詞我便分析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理解到 我也是強調一點 因為詞本身可以跟個人去變化 不應該橫斑斑 只有一個解釋 因為一些好的詞 其實有很多解釋可以在裡面 譬如我的見解分享 跟觀眾朋友 你的感覺 這首詞 你一看到的感覺 未必是一樣的 甚至乎 你可以跟那個作詞人 即是填詞人 其實你交流的時候 隨時可以大家 可以互相有一個匹配在這裡 因為填詞人本身 都未必會想像到這麼多東西 這些就是 一些好的詞 就會變了有很多的變化 其實是沒有分對和錯的 越多感覺就越好 好 我們就有下一條片見 我盡快講講 嚴明熙另外一首歌 都希望聲音好一點 盡快做 好 我們下條片見 Thank you 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條片見 然後,我們下條片見 還有下條片 準備 摩託 你好 女 Buddhist 遵面 我們下條片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